欢迎大家收看药材财经台 来到下半周的发达广场环节 新闻嘉宾是来自药材证券研究部的经理 植耀辉先生 Stan你好 你好 终结一下上半周的市况 上周急地超过六百点 今天开市高开七点 但期后你都见到市场好像不稳定 因为内地跌超过1.5% 并且港股曾经反复偏远跌至114点 到下午收市之前才靠稳一点 看下现在开市下午的表现 现在升2点 最近21,729点 国企指数也升36点 最近10,464点 港股的情况怎么看呢 内地方面的跌势也减少了 基本上内地方面 下跌可以追回跌幅 因为最主要本身 其实你看上星期的时间 基本上A股是星期四星期五是优势的 所以变相之下很多叫做突发的事件 对于你说A股的影响 只不过可能是今天时间才发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说A股今天跌幅 其实我反而觉得跌得比我水润中为少 因为你见到现在的跌幅 都大约是一阻紧 相当于港股在星期五的时间 你可以说是崩溃地跌 跌到百多点 基本上跌势相对不是很大 但对于港股来计 的确实今天这一刻 可以说是处于拉锯的状态 因为毕竟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上星期跌得比星期五的时间 跌势其实是比较多的 比我水润中更加为多 所以也有点意外 所以今天回忆 甚至乎硬一点 有个回升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不出奇 因为始终你已经急跌之后 其实也不排除有技术性的反弹 而且始终 你看到琴律感这次事件 基本上我觉得影响 未至于说真的那么大 虽然很多人用回这次事件 和03年沙士比较 但程度方面 基本上我觉得不可同日而遇 暂时来说 都只是两回事 所以对于琴流的忧虑 我觉得有点而过敏了 不过来说 始终对于投资市场来计 市场上依然存在着 比较多的不明朗因素 第一就是明天的时间 内地公布CPI 究竟CPI的情况 究竟是 好像大家预期中 可以在三月份的时间 回落到2.5%左右 这个水平比较低的水平 究竟是否呢 这个要再作观望 其次也是南北韩的局势 即是地原政治的变化 因为其实这么多变数里面 这一点反应 我觉得是大家最要留意的 亦都可以说是最难估计 因为其实你好像 刚刚说的 你说好像琴流这件事件 只要你不再恶化下去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就叫做 影响比较轻微 但南北韩的局势 至今都可以说是 极度不明朗的因素 特别就是 你说各方的部署是怎样的 这个都是可以说比较难去猜度的 所以变相之 这个风险大家要留意住 另外也是说日本两宽的情况 虽然你可以说日本两宽对日本的股市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或者比较有占名的作用 但是这种矿粉势 它应该可以维持多久呢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次就是经过今次的大巨木的两宽 其实你看回很多人的解读 都真的那个方向是很极端的 有些人觉得对日本经济来说 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起息 但是更多的看法是 可能这个做法 除了令到日本经济 可能救不回之外 甚至乎都会忧虑通胀的惡化情况 以及对于日元的崩溃式的下跌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变数可以说很多 特别是中国的取态 其实你看看日本今次的做法 其实对中国的影响 都可以说十分之深远 所以其实你都听到 这么多的变数存在着 所以你在港股方面 或者投资市场方面 似乎都仍然围绕着 你这麽明朗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短期走势 似乎都 即使你换回这段时间 转回到22,000点附近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大体的形势 都真的不是那麽乐观 所以就算 即使有机会转回到22,000点 这个位置 后市仍然有机会 可能会再试 就是21,500点 这些支持位置 看到今天抛空金额 就不算是很多 半天的抛空金额 都是25.71亿 占的比率大概是8%左右 还有你都见到内地方面 今个星期都会陆陆续续公布上个月的数据 如果是否表现差点的话 有机会下市到21,000点 沽空减少都可以解释得到 因为上星期来 很明显大家看得比较悲观 所以今早早 其实你的成交量都不是小 可能都会反映 个别的一些叫大约的部署 可能都是先行平仓 再看局势变化而定 但是你说 今个星期 假设如果下来的数据 还有转差的话 行司有没有机会 试得比较低 二马一千点 那么悲观 我看来都是比较保留 因为说真的 现在这一刻 明天的数据 我觉得不会特别太差 可能比大家预期中为差 这是第一 其实南北韩的局势 当然是刚刚说到 比较难去猜测 这些说法就是说 可能北韩在短期里面 有机会可能射导弹 但这些因素 其实我觉得似乎 我程度上 只要你不再恶化下去的话 似乎现在现时的行司 估值方面 或者是现时的水位 都反映出来 所以只要你在这些局势 不要再进一步 叫恶化下去 如果是的话 就比较难猜 但现在这一刻 似乎现在1500点附近的位置 支持率率相比较高 好,谢谢Stanley 这次时间差不多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再和Stanley 谈谈其他板块的情况 恒新指数 现在最新升14点 21741点 国企指数升53点 还10483点 而主板成交暂时有342亿 稍后再会见 你怎么会不见到 那下 你怎么会不见到